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感谢来到我的频道 上期说到孙权与刘备香水之盟 二分荆州后 东吴便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与曹卫的战斗中了 他在位期间 曾五次发兵攻打合肥 而且每一次都拿出了较大规模的兵力 孙权知道 日后想与曹操的征战中占据主动 只要拿下合肥这座重镇 曹操东南一线的布置将完全瘫痪 整个淮南唾手可得 东吴与曹卫共计发起过六次合肥之战 孙权在位时发起过五次 简单罗列下 208年12月 孙权进攻合肥 得到卫将奖纪的姓函 姓中谎称大批援军将至 孙权信以为真 便撤兵 215年8月 卫将张辽等守合肥 孙权攻之 被张辽突击 孙权溃败 撤退时 又被张辽突击 再次兵败 此战使张辽名声雀起 又称逍遥惊之战 230年 在满宠的建议下 曹卫前衍州 豫州的军队共守淮南 孙权攻合肥 不克而还 233年 孙权在合肥境内阅兵时 被扶兵所击 于是 孙权怒攻合肥新城 全从攻陆安 皆不克而还 234年 卫将张颖等守合肥新城 孙权攻之 被张颖屡屡击退 为明帝曹锐亲自率领大军来救 孙权不敢再战 便退走 253年 卫将张特等守合肥新城 诸葛克率大军攻之 被张特屡屡击退 城防大坏 张特又以缓兵之计修补城防 诸葛克攻亏一溃 只得退还 曹卫各路援军纷纷出击 追破无军 这也是离成功比较近的一次 东吴屡次攻合肥 都是难以夺得合肥之寸土 其中 215年 253年 两次是兵败而逃 其他则无功而返 谈起合肥之战 有点像诸葛亮北伐 六出奇山而未成 也足够说明 当时天下三足鼎立的局势不可破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 215年8月二宫合肥的战役 就是逍遥金之战 先盘盘算双方优势 曹卫这边 首先 合肥是以故扬州刺史刘富 经营十年心血修建而成 高筑城墙 广积粮 存放大量作战物资 城池如铁桶一般 其次 孙权客厂作战 补给现场 在敌方腹地 如有闪失撤军风险大 再次 合肥镇首的将领是张辽 李典 岳进 都是曹操麾下 能征善战的将军 其中 李典和岳进 均是曹操在衍州时 就跟随他的元老级将领 作战经验丰富 对曹操忠诚 而张辽是曹操攻破吕布后 收降的将领 因为曹操深爱其才 宁愿杀掉吕布 也愿保全张辽 刘备关羽也非常欣赏张辽的为人 张辽归降曹操后 参与不少战役 如战关渡 挺进河北 灭元氏 扫荡最后黄金势力等 尤其张辽在白狼山之战中 表现神勇 不仅战胜了彪汉的乌环游牧骑兵 还亲自斩杀了乌环的踏顿铲鱼 所以说张辽的实力 在三国时期不亚于关章 最后从军队数量看 合肥守城士兵 虽然仅有七千人马 但这七千人全是精兵 尤其是在陆战上 魏军更胜一筹 因为魏军骑兵居多 吴军大多数步兵为主 骑兵专刻步兵 再来看看 合肥之战中孙权的优势 人数多 大概有五万之众 凭借之前多次击退曹操南征 士兵士气高昂 且曹操此时深陷汉中之战 荆州关羽 虎是樊城的曹人 使他不敢分兵 持援合肥 将领规模 孙权亲自率领 吕蒙 陈武 甘宁 林捧 潘张 宋谦 徐胜 丁凤 贺奇 蒋青等东吴将领 明确参战之外 当时驻守于江淮附近的东吴将领 孙角 周泰 朱然 朱桓 拳从等人 都参与了此役 这对于东吴来说 几乎是出动全部精锐了 此时曹操主力在汉中平定张鲁 双线作战 孙权认为合肥是一个孤城 此次攻打 必将大获全胜 对于张辽 李典 月静 根本没放在眼里 归根到底 孙权在战前犯了轻敌的毛病 然而 的确合肥这边将领不和 不能同心欲敌 守将张辽与李典有丝绸 因为昔日张辽在吕布仗下时 眼周之战杀了不少李典的族人 李典奋于旧仇怀恨在心 而张辽对李典态度也很蔑视 各位其主没有对错 如今大敌当前 二人不能同仇敌忾 是攻是防意见不一 曹操不愧身谋远虑 他虽未能领兵持援合肥 但早已做好提防孙权 攻打合肥的准备 他给张辽 李典 月静下达密令 一旦孙权来犯 月静负责守城 张辽和李典主动出击 原因很简单 曹军以骑兵为主 陆陆对抗东吴步兵具备优势 机动性和野战能力远胜于吴军 如果固守城池 不能发挥骑兵的机动性 一旦城池被围 日久天长 必将被攻破 就像上期我们聊的如虚物之战 吴军相比卫军有水战优势 所以 甘宁带一百人 便杀到曹操大本营跟前 一日清晨 吴军正准备拔营继续行军 忽然孙权接到敌将席营战报 张辽率领八百赶死之士来偷营 接着 孙权接到更令人震惊消息 部将陈武战死 陈武是东吴猛将 负责统帅精锐的卢江上甲 陈武之于孙权 就好比赵云之于刘备 都承担着护卫主公的重任 可见当时孙权处境之危险 孙权还未反应过来 张辽的一支骑兵又攻打过来 孙权小儿速来临死 一嗓子就诈赢了 若孙权有失 江东何以自存 于是 吴军将领见主公有危险 急忙保护着孙权骑马离开 张辽所率领的虎豹旗 皆从合肥守军中精挑细血 吴不已一当时 八百壮士涌入敌阵 杀得吴军人仰马翻 张辽并不认识队伍中哪个是孙权 只知朝帅及奔去 一时间 孙权前面跑 张辽后面追 这也是孙权在战场上最狼狈的一次 吴军 其他将领得知主公有危险 便舍命前来护主 吕蒙 甘宁 灵统 吕范等部队 行动训捷四面围上 最终 孙权拼尽全力 甩开张辽 逃到一座山丘上 很快 吴军在山丘周围 不满来捍卫主公的士兵 张辽虽猛 但不傻 知道率领八百人 不能恋战 一旦吴军缓过神来 把自己合围了 就在劫南逃了 于是便退回合肥城内 此战 自身损失也不小 而且对吴军损伤并不大 自此 吴军便提高警惕 之后 吴军调动兵力 合为合肥 开始维持十几天的工程战 由于吴军缺少好的工程设备 所以 工程难度相当困难 再加上合肥城池 坚固高大 围攻十几天 也未能攻破 双方便陷入拉锯战 八月份 江淮酷暑难党 天地间如蒸笼一般 此时 吴军军中 还闹起了瘟疫 军事锐气尽失 毫无战力 同时 孙权还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曹操已定汉中 带兵南下 敌人士气更胜 合肥附近的豫州 徐州 也开始准备派遣援军支援合肥 孙权只得放弃攻打合肥 归缩不出的卫军 使孙权放弃了戒备之心 他认为 合肥城内少量守军不敢追击 但张辽不愧是一员名将 时刻观察东吴各军撤退情况 逍遥金是肥水上的渡口 吴军难撤必经之路 张辽在城上 瞭望吴军的退军情况时 发现东吴军队大多已经渡过肥水 而在逍遥金以北 只仅剩下少量的精兵殿后 恰巧孙权便在这支部队里 张辽便率诸军追击 同时分兵去毁桥 于是 在逍遥金两军又一次开战 信德、甘宁、林统等人 舍命与张辽作战 掩护孙权马月断桥 才免于被张辽活捉 此败也说明 一名优秀的将领 一支军队的好与坏 不仅看他进攻是否勇猛强悍 更要看他撤军是否有条不紊 届时孙权统帅的吴军 就在在撤退过程中 由于再次轻视合肥城内的张辽 再次遭遇袭击 从撤退演变为败退 再加上绕过曹魏许多城市 直接深入敌境攻打合肥 魏军熟悉地形 更好地发挥骑兵的优势 这也是张辽为什么敢继续追击 人数比自己多的重要原因 张辽等卫将见孙权既已逃脱 无将也各个骁勇善战 便停止了追击 孙权虽然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性命 但这次合肥之战是33岁的孙权 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败仗 孙权没有败在敌众我寡的三次曹军南征 也没有直接败给老谋深算的曹操本人 而是败给曹操的部将张辽 这一刻起 张辽也成为孙权的心腹大患 有张辽在 孙权就不敢贸然打合肥注意了 逍遥今一战让张辽升危大震 东吴败军士族回去争相诉说 自此张辽扬名江东 据说连江东孩童夜半啼哭 只要父母叫一声张辽来了 孩童立刻吓得浑身颤抖 而不敢啼哭 两年后 217年62岁高龄的曹操 再次大规模南征 也是他最后一次南征 孙权亲自坐镇抵御曹操 新一次的大规模南征 清率军杜江攻打剑业 这也是继赤壁之战以来 第四次南征江东 孙权派部将吕蒙周太 在如虚物一带扎下迎赛 广布强弩挖掘壕沟 与水军呈极角之势 就在两军交锋之际 曹操重要将领 合肥之战的功臣李典去世 享年36岁 卫军士气大爹 同年 孙权重要将领鲁肃去世 享年45岁 鲁肃是联署抗曹的战略设计者 和坚定的执行者鲁肃去世 对孙权和整个江东 甚至蜀汉来说都是重大的打击 以为日后三国局势的变化 埋下了隐患 鲁肃离世后 孙权委任吕蒙为新一代的军事统领 吕蒙出身卑微 原是一名小卒 在战场上吃苦耐劳 表现优异 一步步晋升上来 通过讨伐皇祖过程中 他得到了孙权的重视 回到战争那边情况 两军陷入了战争相持阶段 曹操为了快速打赢战争 便不断地调兵遣将 原本负责镇守荆州抵御关羽的曹仁 满宠先后率领援军投入战场 曹操集结了麾下大部分猛将参与战斗 可见曹操此次取胜之决心 战鼓喧天杀生阵地 大江畔血雨腥风 魏军冲过吴军布置的壕沟 一次次逼进敌营 又次次被弓弩射回 吴军战船在江上 时而被魏军打得后退 时而又重整风帆冲向北岸 吴魏双方陷入拉锯战 魏军无法攻破吴军修筑的营赛 但吴军战船也没法登陆北岸 双方各自杀得兵疲力竭 军围伤亡惨重 曹操这边大将孙冠 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孙冠是曹操麾下少数擅长水战的将领 对曹操来说是重大损失 自从208年 孙曹两家历经多次交锋 每次战况都差不多 孙权无法立足江北 曹操也攻不下江南 东吴综合实力 比不过曹魏 长期对峙于己不利 同年刘备在攻打汉中 曹操也不敢恋战 此时孙权开始向曹操伸出橄榄枝 最终以孙权表面依附于曹操 曹操撤军告终 第四次如虚物之战 意味着曹操无法拿下江东 三组鼎立格局已经形成 这次如虚物大战 孙权和曹操双方不但都意识到 自己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吞并对付 而且也意识到 西边的刘备日益做大 他们两个都不愿意豁出老本干这一仗 让刘备坐收渔翁之力 双双把矛头指向了刘备 也为下期关羽施荆周埋下了伏笔 我们下期讲 谋取荆周击败关羽 感谢观看